大家好,因為時間的掌握是我們優勢以來的 最精要、最準確 他也理解了拖太久就會影響顧問你 現場的你不知道有關於你想要做也不敢做 也許你一定做,但是一定倒 也許你一定有很多心法,但是不敢說 這時候要來分享 也許你真的有一段時間,因為過期 有嗎? 也許好,台風亂白問 對啊,其實 喔,還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團隊 其實我們團隊流走過來很坦克 但一開始我只是丟出一個構想 就是我要提供那個平台 所以我開了一個粉絲頁跟別人說 欸,有沒有任何計畫給你丟過來啊 我們一起想辦法,我幫你 但是,很現實嘛 這根本不可能會有人理你 有點想說,欸你是誰啊 你是一個很無力的大學生 然後你可以幫我什麼 所以,在後來 我找了軍校的同學 他是到後來,先有了構想之後 他還離開了軍校 然後一起投入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去發想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去創造一個影響力 去真正實踐一些作為 後來我們才決定 我們可以發行一本雜誌 因為我們慢慢的聽到很多小朋友的故事 我們會感動 所以我們覺得 欸,我們是不是可以辦一本雜誌啊 去分享這些故事 也許大家看到了這些故事 他們就會更有想法 或者是有個動力來找我們 他們就會覺得說,欸 他是一間公司耶 他是雜誌的創辦人耶 那他應該有辦法可以替我們去講一些什麼 他應該有辦法去替我們傳達一些什麼 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們決定辦一本雜誌 可是 在我們開始採訪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任何一個編輯的人 就是兩個 完全不懂編輯啊 有什麼都不懂 我們就 只是大學生 一個死大學生 然後我們 我們就拿著相機 我自己是玩攝影 然後拿著相機就到處跑啊 就是 欸 這地方人還蠻酷的 蠻特別的 然後我們就去問 去 探討很多地方 他們背後的故事 但有些地方就覺得沒什麼 那有些地方是 真的感動我們 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後來我們去採訪 把資料全部都做出來了 問題來啦 我們還是沒有編輯的人 我們總不可能就印成A4值 然後 翻一翻 就是定起來 就拿去賣耶 對啊 不可能 所以 後來 應該也是運氣啦 運氣很好 就是遇到古大哥 再來找 國姓哥請教的時候 就 剛好 那天是倫普嘛 對 那天倫普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吃個飯 然後 欸 大家就很納悶了 就兩個死大學生 每次跑來這邊找我們幹嘛 然後 剛好的記者在 他對我們的計畫很感興趣 就幫我們看出來 看出來之後 我有一個 關鍵的人物出現了 就是 我的總編輯 那時候 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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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葦 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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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Zus 阿普 阿普 阿ア었어요 阿雷 其實我跟他說還蠻訝異的 我跟他都還蠻訝異的 我們想說,一個這麼有能力的人 怎麼會這麼卑躬卑躍跟我們這些小男 當然就沒有問題 就是去跟他聯絡,然後把我們的想法 裡面跟他講 那他也覺得 還不錯吧 後來我們就一直去辦了這個雜誌 所以其實 我們在採訪陳明慧理事長的時候有聽到一段話 他說 在理念沒有被認同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都會被人家打巴掌也好 或是會被人家拒絕 但是唯有當你做到一定的成績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讓別人看到你 我覺得 那時候我們運氣真的很好 就是被魯大哥報到 然後 可能他會覺得說這是一個成績吧 其實對我們也真的是很感謝的一個運氣好而已 然後 然後 一直到後來 其實創刊號的部分是 我跟香華 傳閱 幾乎是我們三個人撐起來了 那 一直到我們創刊號生產出來了 才慢慢有其他的人加入 就是 他們就看到 看到東西生產出來了 就 欸 這東西是來真的欸 好像不是 不是一群學生隨便講講的而已 對啊 所以 一直到後來 我們現在的團隊就變得比較 堅強 對 算是我們現在已經算是一個正式的工作室了 我們有能力去生產東西 就兩個 十大學生去拍拍照 寫寫文字就算了 然後 他們四個是我們的編輯部 主要就是我們 呃 你們看到的文宣也好 欸 文宣還沒看到 文宣然後 呃 那個 宣傳單 然後雜誌 其實我們接下來也有很多部分啊 都會 好好好 背面背面背 喔 讚讚讚讚 我們接下來就是很多 設計的部分可能都會麻煩他們 然後 其實 確切的職務也還沒有分配得很好 就是 下一期的話 應該是 薄薄一個想法一座 然後 可能是主要的編輯排版 然後 可能會接下來會 承辦一些活動 宣傳 一些 宣傳部跟包裝 可能就會交由 我們的婷芋座 他們四個是雲科大的 大衣 大衣 的 創意生活設計器 然後 然後 主要是我們編輯部 然後我們的企劃部 在東海大學 主要是由我跟傳越 還有另外兩名間剛好有事情沒辦法過來 叫做蔣懷哲 還有 王明生 然後 我們 除了企劃部 跟編輯部之外 還有一個行政部門 但行政部門 因為他們 離得比較遠 所以 他們就是在現場跟我們做討論 他們會幫我們去收集一些資料 幫我們 查資料也好 或者是 回覆Email 等等的事情 是交由他們來做 所以我們 我們核心的人 有企劃部跟編輯部 一共八個人 然後 今天來了六位 剩下有兩位 是我們的行政部門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大家可以暫停給大家看 這是張庭韻 然後 這是我們創案號的總監 叫做張湘華 他是陳希全 他是陳柏惟 然後 後面一個是 我們的企劃部 他是張產樂 然後 我跟產樂是幼稚園同學 就是 一路同校到現在 所以我們 就情同手足這樣 打不退 打不死 所以做這麼蠢的事情 就是 第一個就有人站出來陪我 所以才有這個勇氣 然後就希望大家如果 還支持我們的計畫 可以 幫忙我們把這個訊息丟出去 給更多人指導 然後如果 可以的話 就是也可以用行動支持我們 對啊 我們原則上是 售出五百本左右就可以刷下一集 然後目前大概完成了三四十排 其實還要努力行動 不過我們會繼續加油 就是 真的不行的話我們就 就 想辦法 反正一定會生出來 我覺得 可以動多久 可以動多久 一個半月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看我們可以走多遠就走多遠 沒有啦 要換 換一個口味 只要你要不要 離開東海 這分 就要去出 離開東海 更加要去出 因為我們是想要走向社會企業 所以接下來會有 可能有營利的部分去做 可能用工作室去做一些 也許幫忙設計也好 或者是一些產品推出 然後主要就是去 support 一支小營物的計畫 然後跟雜誌的運作這樣 主要會走向這個方向 然後 謝謝大家 還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我覺得聽你們這種年輕人 講這些我覺得蠻感動的 每次 我來弘陽書局 已經連續出來兩個月 之前來的時候 都覺得他好像比較那種 政治意味 比較好 沒有法會本 沒有啊 沒有啊 他兩三個月來 我覺得 真的喔 這憋身或是 營造的氣氛 就是在影響很多的年輕人 我看到的都是大學生 我本身是一個公務員退休 那 我一直 在過去呢 我是把自己的家庭 先要照顧好 但是呢 當我 小孩子都長大 我覺得 我現在的責任就是 怎麼樣去對社會 更加一點的方向 現在我在 在人文這方面 人力方面 就說一些 要弱勢團體 我比較 比較有在意 那當然這些文化社 我覺得 影響很大 尤其你們這些年輕人 現在到這些社會的人 人的年輕人 真的很隱憂 未來社會 那你們 我每次來都覺得非常享受 尤其我 對 弘小書局 國姓 國姓 他是一個這些年輕人的表率 所以我要在這裡 跟你們鼓勵 那 我先買舞本 這舞本我會去分送一些 謝謝你 你們有支配一群很可愛的 同學 真的在一起的時候 會覺得我們 如果碰到這樣的人 就像你剛才講的 先有一個起瓜 然後這樣夢醒 然後再去影響 貢獻一些 這個真的不會太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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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 剛剛突然想到 我們還有需要一個幫忙的技方 因為我們現在30個學校的副校大使 他們一方面在學校裡面推動這個計畫 讓很多學生知道 跟參與 他們有點累 因為一方面他要推動 然後接到訂單 又要增加一點時間 去送雜誌 所以我們想說 如果大家身邊啊 就是有個 認識的也好 或者是有個空間可以讓我們記賣 它是一個營業空間 那 可以幫我們牽牽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在店裡面 就做自己賣的動作 那 想要買的學生 就會自己到 書店裡面去買 或是到一個空間裡面去買 就不用我們的 駐校大使那麼 那麼累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讓影響力更大 所以再來會希望可以 在全台灣的大專院校 都可以講 就是讓很多人可以知道 自己的責任 還有自己的力量 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們這裡有空嗎 對 大陸有 謝謝 我們這裡可以空嗎 這個 紅雅書房 台灣圖示 一三一四二 三間 對 結果買一本 好 就是這樣 好 好 買完的 要給他們六七個簽名的 一起來 好 那就開放時間 這樣 買一瓶三 喝一杯 好不好 今天這裡不是酒店 但是幫我收視你喝這樣 看到 inclusive 沒有錢 買一瓶 Rachö 開放時間